正所谓一路豪门深似海 很多女明星削尖了脑袋 想要嫁进豪门 但豪门的水太深 要么是老公年过半板 要么是虚假为豪门 再或者就是被豪门老公嫌弃 总之真正幸福的没有几个 顾碧婷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她的豪门生活从一开始的被全网羡慕 沦落到现在被群嘲 顾碧婷和向左出席了某活动现场 然而现场画风可谓十分尴尬 向左穿着一身精致西装 油腻的大背头抢镜 而顾碧婷一袭白色长裙 长发披件十分漂亮 看得出来夫妻两人都十分重视这场活动 然而两人同框的画面却很难看 顾碧婷面无表情 满脸写着不高兴 而一旁的向左同样板着脸 神情冷漠 全程不和郭碧婷搭话 就算牵手秀恩爱 也只是敷衍地握一握郭碧婷的手指 勉强做做样子罢了 表面上是夫妻合体秀恩爱 但实际上互相都不理睬对方 如此貌合神离的夫妻 任谁看了都很尴尬 不得不说 向左和郭碧婷形同陌路的样子 真的印证了一句话 人生如戏 全靠演技 而近日网友晒出向左大半夜出入夜店的照片 也是更进一步证实了向郭夫妻的纸片婚姻 当天兴致高昂的向左现身某夜店 坐在包间里被五位美女环绕着 可谓是艳浮不浅 与其最近的美女更是衣着清凉 身穿超短裙大秀美腿 虽然屋内灯光昏暗 但依旧能看出现场气氛尤为热烈 当天向左身穿白色休闲卫衣 头发则是顺毛造型 一身装扮颇为减零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 向左还是有所收敛 在美女的簇拥下坐姿颇为乖巧 不过身为人夫 却在深夜十分出入这种娱乐场所 身边还有五位女子陪伴 向左还是为招来不少非议 而且桌子上还摆放着酒杯 看样子在场的每一位女士 都喝了一些酒 加上桌子上还点着蜡烛 戏份看上去很暧昧 不知郭碧婷看到老公 与这么多美女一起夜店狂欢 她是否能忍受呢 要知道郭碧婷独自在家带俩娃 向左却如此潇洒快活 真就有点过分了吧 此前向左夜会美女一出轨的消息 一度传的是沸沸扬扬 虽然时候向太火速现身为儿子澄清 但明眼人都能看出 向左与这位美女的关系不一般 向左不仅亲自来接她 还搂抱着她 除却夜会美女外 还有女网友公然曝光了向左视频聊天记录 后扒出这位女子是网红小胡静 她表示向左在婚后曾邀约自己出去 但她拒绝和向左见面 不过后续过程中 小胡静却转变口风 声称自己与向左仅仅在她婚前有过联系 并否认自己介入了向左与郭碧婷的婚姻 而在向左风波发酵后 伤透心的郭碧婷不仅取关了向左 更是许久没有更新动态 就连向左频频秀恩爱 郭碧婷都没有任何回应 向左唱独角戏的行为更像是做给网友看的 港媒当时报道 郭碧婷已飞香港准备签字离婚 不过每次都是向太站出来回应 表示两人的感情没出问题 不知是不是又把郭碧婷哄好 毕竟郭碧婷都已取关 感情肯定出现了问题 就连郭碧婷的爸爸都取关了向左 事情的严重性可想而知 虽然婚变风波闹得沸沸扬扬 但向太和向左反而频频晒出与郭碧婷有关的动态 上个月向太晒出了一家四口一同观展的视频 视频中向左与郭碧婷也久违通况 不过很多网友表示 郭碧婷的当下状态大不如从前 每次出镜都是素面朝天 满脸疲惫难以遮掩 可见结婚生育给其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 也能理解为什么郭碧婷看着那么憔悴 毕竟向左经过外出潇洒 照顾孩子只能郭碧婷亲力亲为 看他现在的状态 恐怕一时之间也无法外出工作 据了解向左与郭碧婷于2019年公布恋情 同年在意大利举办了盛大为美的婚礼 婚后第二年 郭碧婷就生下女儿小奶黄 去年五月份 郭碧婷又平安生下一子 实现了儿女双全的夙愿 就在外界猜疑郭碧婷是否会在 接在立拼三胎之际 向左爆出了疑似在郭碧婷运气出轨的传闻 在此过程中 身为主要当事人的郭碧婷 全程保持沉默 在外界看来 郭碧婷的态度等同于默认 至于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全靠夫妻二人怎么去权衡于考量 回头看之前在综艺节目 女儿们的恋爱 我家小两口中 两人经常撒狗粮 向左更是对郭碧婷各种宠溺 两人相处的画面十分有爱 然而现在看来却很打脸 专心在家相夫教子 她确实很想踏踏实实过日子 可惜向左并不安分 总是接二连三传出花边新闻 这不禁让人内闷 难道向左在综艺节目中对郭碧婷的宠爱 都是演出来的吗 结婚以前的郭碧婷 是网友心目中的甜美女神 尤其笑起来十分动人 然而自从结婚之后 郭碧婷的眼神变得不再温柔 甚至透露出了犀利和冷漠 以至于看起来越来越像像太 难怪网友吐槽 郭碧婷到底是嫁给了向左 还是嫁给了向太 毕竟结婚之后 不管是生孩子 还是出席重要活动 都很少看到向左的身影 就算两人被传出婚姻亮红灯 也没有看到向左的表示 反而几乎每次都是向太站出来 为儿子发声 试想一下 如果一个男人真心呵护自己的老婆 他怎么会在外界质疑婚变时 不为护妻子 而是选择沉默吗 所以说 郭碧婷的豪门生活并不如意 之前 郭碧婷还毫不嫌弃给向太洗脚 我觉得太好 就是让我洗到他的脚 你看你脚皮软到兜 用手搓就下来了 舒服 今天他帮我洗脚真的舒服 我还蛮感动的 很多人只看见了郭碧婷 飞上枝头变凤凰 不费吹灰之力 便成为了向太的心头爱 殊不知人家的努力 远比你想象得多 比如郭碧婷明明是一个光鲜亮丽 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女明星 却心甘情愿地在大半夜为婆婆洗脚 如此贴心之举 向太的亲儿子向左都尚且想不到 还自顾自在床上睡得正香 也难怪向太会那么感动了 此外 除了帮婆婆端水洗脚之外 郭碧婷还得忍受向左的坏脾气 记得某次小情侣一起参加综艺 只是因为郭碧婷带错了路 向左便全程黑脸 并疯狂飙车到吓哭了她 可即便如此 郭碧婷也只委屈了一下下 就与向左和好如初 甚至还可以贴心为对方唤醒 你以为人家是心甘情愿做小媳妇 实际上郭碧婷分明是太机智 因为她明白 对方或许已经是自己未来的最优选择了 毕竟人家好歹有个好爹 手中紧握半个港圈资源 无数明星大佬见了都要礼让三份 再者 郭碧婷本人还深得向太的宠爱 订婚送五百万钻戒 还让她去亚洲最大的游艇开单身旁 举办婚礼时 向太更是豪至十二亿 为小夫妻添砖加瓦 孙子孙女出生后 她送给儿媳的礼物的价值 也是一个不可言喻的数字 最重要的是 嫁入向家以后 郭碧婷再不用苦哈哈地去娱乐圈抢资源 反倒可以安心在家逗猫养狗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这不知道是多少女明星的终极梦想 所以嫁给向左 忍受对方坏脾气 给婆婆洗脚 又算得了什么呢 郭碧婷半点没有吃亏 反倒还给自己未来的生活 绑上了一个最有力依靠 不得不说 还得失态啊 生育机器竟是向左 遗产 没你分的 我们会有一个信托基金 是给他小孩的 万万没想到 郭碧婷三年爆俩后 向左居然沦为了豪门的生育机器 去年下半年 二胎孙子才刚出生没多久 向太就将家族信托基金提上了日程 并把大半家产全留给了孙子孙女 一夜之间 向左百亿家产梦尽数落空 郭碧婷则摇身一变成了最大赢家 毕竟向家第三代一双儿女 全是他亲生的 这也就意味着 他不仅可以一辈子一世无忧 未来几十年间 甚至还能掌控整个向家 其实这样说起来 郭碧婷除却一双儿女 能得到的百亿家产之外 向太早就给了他未来无尽的保障 先前孤碧婷产女 眼瞧儿媳为向家添丁 向太可谓喜不自胜 他先是送了对方两亿现金奖励 随后又是各种名牌包包 金银首饰 钻石珠宝奉上 大方的不行 紧接着老两口豪制千金 送出北京三环一套超大豪宅给儿媳 并聘请了顶级设计师设计那套豪宅 如今据说市值一度超过了六亿 与此同时 他们还在弯弯专门买了快递 打算给郭碧婷建别墅 这下又是一个六亿砸下 随向太还不如拿着钱去培养第三代 起码天真无邪的孩子 还有培养的可能 而郭碧婷则被其当成了小向太培养 因为他的胆识与审时夺势的能力 真的要比向左强太多了 记得某次两家家庭聚会期间 向左忽然玩闹心见起 将自己踢过牙的牙签丢向了郭碧婷 后者当即面露不快 向华强也稍稍变了脸色 可向左却仍旧嬉皮笑脸 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不妥 还继续受欠 郭碧婷健壮顿时火了 然后指着向华强的鼻子骂向左 你有种丢你爸爸 向华强驰骋江湖这么多年 哪里被人这样指着鼻子骂过呢 可接下来他的态度 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因为向华强并未对郭碧婷的冒犯感到生气 反而依旧乐呵呵地看着笑两口 从这不难看出 郭碧婷在向家的地位 没有外界想象中那样卑微 而她能在老虎头上拔毛 还可以全身而退 也侧面证明了人家绝非明面上的傻白甜 或许与之相反 郭碧婷心思细腻 为人有主见 有思考能力 所以才能得到向太夫妇的青睐 让自己一双儿女成为向家未来掌权人